这里应该是课本的6.5那一节 串列的基本操作 这一节要学的东西都写在这里 基本上就是假如已经有一个串列 我们怎么样修改串列里面的元素 然后怎么样删除 怎么样新增元素到一个已经存在的串列里面 要更改串列里面的单一元素是很直觉的 就是只要我们能够用前面知道的 用主标的方法把单一的元素叫出来 然后用等号 等号是assign的意思 对不对 就是用等号把一个数 把任何一个可以放进串列里面的元素放进去 什么东西可以放到串列里面去 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所以我们自己要搞清楚 我们现在要用什么方式来放元素到串列里面 比如说 a这个串列 它里面都是整数 那现在呢 我们要把二号 二号是它 第三个 要把二号呢 换成是8 不管它原来是什么 那所以我们就应该写一个8 但如果你写错了 你写成串列8 那它也不会告诉你 你写错了 而是呢 现在你放到这个 呃 换掉二号元素的 就不会是8这个数 而是它本身是一个向量 然后这个向量里面又只有一个元素 就是8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放进去一个串列 它也是可以的 像这一个句子呢 就是把5 就是倒数第二个元素 换成了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内容是27 那这个指令 就是把最后这个元素7 换成了一个字串 叫做1 因为串列里面可以放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把任何一种物件 储存到串列里面的任何一个位置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会出错 它都认为你是可以放进去的 所以是我们写程式的人自己要注意 你究竟想要放什么东西进去 刚才那种只修改 串列里面的一个位置呢 那是一个最基本的动作 有趣的事情应该是像下面这样 你可以一次修改很多个元素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 比如说一个指向量的观念 让这整个指向量里面的三个 或者更多的元素呢 能够一次换成别的东西 怎么样把串列里面一连串的东西 拿出来呢 我们以前已经会了 那现在我再说一次 那假如A这个串列呢 我用圆周率π的数目字来做例子 那A就是一个串列 A的长度是8 所以最后一个位置是方括号7 这我们晓得了 那A呢 比如说冒号3 就是前三个元素 前三个元素是一个有三个元素的串列嘛 也就是我们数学里面说的三微向量 所以你可以把这前三个元素呢 换成任意的东西 只要它的长度是3 比方说我现在想要放进去123 那这就是可以的 所以当我这样换完了之后呢 A这个串列就变成了123 15926了 那如果你要换的东西 你要放进去的东西 长度不是3 难道就会错吗 只要它还是一个串列就不会错 比如说我现在要放进0 这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 因为等号的右边跟左边 一定要是同一个资料形态 你要把右边是一个串列的东西 才能够把它放进 assign就是存进去嘛 就是才能放进等号左边的那一个串列 好所以等号两侧的形态要一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像刚才那样写的时候就不行了 在等号的左边 它真的是一个串列 那等号的右边呢 如果写一个8 那是一个数 是不可以把一个数放进串列的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8 加了一对方括号 那它就是一个 只有一个元素的向量8 那等号的左边呢 有三个元素 也就是等号左边的串列是3 等号右边的串列的长度是1 就是说用数学的说法 等号左边是三维向量 等号右边是一维向量 这样可以吗 你或许觉得这是好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不太好 好了 这我们要熟悉一下 要习惯一下 其实是可以的 而它的意义呢 好就是A的前三个元素 如果我通通写方括号0 什么意思 其实并不是要把那三个元素 全部变成0的意思 不是哦 所以这就是要熟悉 然后记起来习惯就好了 是说要把原来的那三个元素 消灭掉变成一个元素 所以本来A这个序列 刚才被我改变之后 它应该长度还是8 前三项是123 然后是15926 那经过这个assign之后 前三个元素变成只有一个元素 所以它的长度变成6了 对不对 三个变了一个嘛 所以少了两个元素 从8个变成6个元素了 而这个0号 就是第一个元素呢 变成了0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这边说前三个元素 然后要被置换成 有四个元素的东西 这样可以吗 其实它是可以的 就说4321好了 好 这样子放进去之后呢 前面的三个元素 换成了四个元素 所以多了一个元素 好 它会变成有七个元素 前面的015 被换成了4321 然后后面的9和2和6 还留在那里 所以一共有七个元素 这是序列指派 也就是assignment 的一件 也许很威力很强大 但也许会让人 投于脑上的一种 做事的方法 我们反正要学起来 再回来看 维翰老师的例子 那像这一句话 前头说的 这是个重要的片语 是说 A这个序列的 倒数两个元素 它可以把倒数 两个元素 换成三个元素 所以原来的序列 比如说有四个元素 置换之后 就会有五个元素了 把五跟七 换成了621 然后这里呢 是1冒号负1 这并不是说 从第一个 第二个元素 一号元素 到最后一个元素的意思 别忘了 冒号的下一个值 是没有到的意思 是还没到的意思 所以 一冒号负1 是从一号元素上升 因为这里没有写两个冒号 所以那个k还是1 公差是1 所以从一号开始上升 还没达到最后一个元素 因此那就是从第二个元素 做到倒数第二个元素 这里吴老师也说了 变更去掉头尾的中间元素 以现在书上的例子来看 原来的array是84621 去掉头尾 就是462 这三个元素 那这三个元素 却换成了只有两个元素的序列 73 因此呢 产生的结果 就是8731了 再说一次 倒数两个元素 这时候厉害了 我可以assign 倒数两个元素 变成一个空集合 其实它是空序列的意思 不过空的序列跟空的集合 对我们来说 概念都一样 就是没有东西 所以倒数两个元素 三根一 换成了没有东西 相当于删除 倒数 二 元素 把倒数两个元素 删除掉了 那 这里这个语言呢 这说的是A方括号 那我们曾经说 A方括号好像有点无聊 你只要写A就好了 但是那样的看法呢 是说当我们要看一个序列的内容的时候 我可以说一个A 或者说一个A方括号冒号 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这两种语法还是有它不一样的地方 以书上这个例子来看 其实还不是A方括号冒号跟A它自己不一样的地方 我举例给大家看 这个A方括号冒号如果等于一个序列比如说三四五 那A就变成了三四五 那如果我不说A方括号冒号 我就说A等于方括号五六七 那你看A也是变成了五六七 所以不管你写A方括号冒号等于一个序列 或者是你直接写A等于这个序列三四五 其实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这两句话是同样的意思 而这个意思就是redefine redefine重新定义A这个序列 把A这个序列不管原来是什么 把它消灭了删除了换成了新的序列 下面这句话也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是说把A这个序列换成一个空的序列 好这一页呢教会我们怎么样把序列里面的一个子序列 就是一小部分的那个序列 换成另外一个序列 重点是子序列的长度跟被置换的序列的长度可以不一样长 甚至于可以被置换成零 长度是零的那个序列 也就是空序列 那那个效果呢就相当于是把原来的序列里面的若干元素给删除掉 写在这一页的最下面呢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特别提醒比如说这个A冒号冒号2 这意思是说从头到尾但是公差是2 意思就是说会取出来0号2号4号一直到最后的那些元素 那其实0号2号4号应该是序列里面的基数项 第1项第3项第5项 那可不可以把这些基数项一次换成另外一个序列呢 其实并不是不可以 而是这时候你就不能够拉长或是缩短那些元素 就像刚刚说呢 我又回来让A呢是31415926 刚才说啊比如说A的前三个元素 我可以把它拉长或缩短 所以极致的缩短就是把它变成空的序列嘛 把前三项就是3跟1跟4都删掉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拿出来的子序列是不相邻的 像刚刚说的冒号冒号2 那会是第一项就是3然后呢4 然后再跳一个5然后再一个2 就是这四个元素 假如这假如我用这个方式 拿出A里面的其中四个元素 我不可以一次把它们删掉 我不可以把它变成长度不一样的序列啦 这是不行的 好这个A是没有被我改变的 再做一次 我也不可以把它变成就是现在的话 第一三五七一共有四项那我不可以把它变成有五项元素的那个序列 这也是错的 可是如果A冒号冒号2 我们知道这里有四个元素 如果这四个元素写在一个序列里面 就是说这个序列只有四个元素 那它确实可以这样做 就是我会把序列里面的第一三五七那四项一口气全部都换成零 有没有 零号二号四号六号的那几项一次就换成了零 好回到这边来做一个小结论的话 我们要说若是叫出来连续的子序列 或者我应该说连号的这样比较好一点 则它可以被置换成任意长度 就是因为它连在一起 那整串东西可以被置换成任意其他长度的序列 或者说串列 如果不连号的话 如果你用某种方法叫出来的是不连号的子序列 则不能改变长度 意思就是说你叫出来的那个子序列 如果有三个元素 那你就一定要一次assign它三个元素的那一种序列 则不能改变长度 好 其他几种错误的类型 我想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两种错误就不要再犯了 假的 对 嗨 嗨 嗨